二十年后的穷情 能强到什么地步 黑云压境 马蹄连绵 所到之处片甲不留 喊声整气哗一 净逼得一向以霸主自称的魏国士兵 面露恐惧 连连四处逃窜而去 魏国公子杨拒绝一和 急于想给魏央这小子点教训 魏央猜到这草包心思 心下好笑不已 事到如今这蠢货还没认清局面 既然如此 那他秦国只好奉陪 一声令下 一万将士迅速冲上前 准备与秦军展开一场厮杀 不料公子杨看到这一幕 却让司马命三万士兵一起上 这样才能一举歼灭秦军 一万一万的尚算了什么事 骑兵只有依靠地形 才能够展开最大兵力 第四重杀 否则拥作一团 反而会削弱骑兵的战力啊 公子杨可不管这些 他只要他觉得 不要你觉得 军命如铁山 司马不敢不从 只得赵左 魏央自然也听到了 这草包的大吼大叫 心下啼笑不止 面上却依旧夸赞 男人的用兵之道 得到魏央肯定 公子杨更加趾高气昂 瞬间觉得自己就是 主宰这场战争的神 越发不可一世起来 可这样做的后果 便是让作战层次分明的秦军 团团包围 尽数歼灭 不仅如此 就连公子杨早早埋伏在河谷的铁骑 也被魏央尽数拔除 公子杨左埋右院 竟然怨在了八百里处的老将军身上 还则问老将军为何不来之远 他难道忘了 为了独吞奸猎勤军的功劳 他让一万铁骑把人堵在河溪 禁止掺和一世了吗 不得不说公子杨此举 像极了怨天怨地怨父母 唯独不思自己过错的熊孩子 都到了这时候 公子杨还试图用珍宝 和朋友名义来收买魏羊 让他放过自己 你住他 再比朋友儿子 什么都是 公子杨破于威压 只能笑呵呵以人质身份 暂时留在秦国 书信一封既往魏国 让他王兄把他换回去 十足的软骨头 老将军龙甲一听八万将士 尽数被秦国歼灭 何夕不保 当即决定与秦军死战到底 国难当头 他老龙甲坐不到置之不理 更当不了逃兵 老父 不会给将士们丢脸 老将军让副将返回魏国 自己则带着何夕军 对上了秦国 毫无疑问 秦军已压倒之势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一战将魏国所有精兵 尽数歼灭 彻底扬眉吐气 洗刷了近百年的耻辱 魏央尽老龙甲不惧强敌 魏国捐躯 特意网开一面 给了老将军一条生路 闪开一条路 让魏老将军回魏国 可老将军望着山野上战死的将士 已无言再回魏国 最终选择自我而去 魏央显然猜到老人的结局 只安排马车带老人回魏国安葬 随后立即着手准备起对魏国的索朝 秦国铁骑一战成名 骑铁血战利令的诸侯国 无不闻风丧胆 魏国彻彻底底被秦国打趴下 再也不曾站起 魏王得知此事 气急攻心 竟朱串散落一地 一头栽下 倒地不起 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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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